今天又有一个要打补丁的 总华会40多万 自评估价改成政府评估后 通过购买新房入籍的 采雷的瞬间猛增 开发商30万的余命房 算也很难拉高评估 今天又有一个要打补丁的 总华会40多万 分两次打给了某公司 买入了套新房 准备入籍 从过户到现在 已经快5个月过去了 但是被某公司负责人 编了个理由告知 因大环境不好 房价跌了 所以导致现在评估不够 无法拿到投资券书 某公司给出的方案是 建议让客户再买一套 要么只能等 这就是评估 无法作弊后的后遗症 但别担心 在我们这二手房 完全是不受这个影响 因为二手房 都是私有个人名下的独立房产 个人是没有能力去拉高 只能规规矩矩提交系统 等待官方的审核 按市场价值去评估 是多少就是多少 并且我们每一套房 都是反向操作 先评估好价格再过户 这套房能评估多少金额 客户已经提前心中有数 再选择过户 绝对不可能出现 什么评估不够的问题 而且二手房本身可以减漏 就好像我们最近这两位客户 选中的房子购买价 低于政府的评估价 在国外缺钱是真的缺钱 只能卖车卖房 那房东挤要钱 亏着卖很正常 经常可以减漏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